赤笔之战后 曹操大败而逃 诸葛亮明知关羽会放走曹操 仍派关羽去守卫华荣岛 主要有三个原因 这三个原因连刘备都没完全看懂 如果看懂了诸葛亮的操作 便会发现诸葛亮的手段 真的是太厉害了 赤笔之战前 曹操气吞山河 统率80万曹军南下 试图一举灭亡江东 而当时的江东诸臣 也被曹操给吓破了胆 就连孙策留给孙权的脱孤大臣张昭 也赞同投降 危难之际 鲁肃和周瑜站了出来 力劝孙权开战 最终孙权坚定了抵抗的信心 命周瑜统帅大军联合刘备 一同抵抗曹操 最终周瑜在赤笔之战中 大败曹操 曹操被迫逃亡 于是华荣道的故事发生了 早在曹操败亡之前 诸葛亮就已经预料到了曹操的逃亡路线 所以他直接就把张飞赵云 安排在了曹操的逃亡路线上 让他们伏击曹操 安排好张飞赵云后 诸葛亮并没有安排关羽的意思 于是关羽主动请战 这个时候诸葛亮又说了这么一番话 让人释然 原文孔明曰 昔日曹操待足下圣后 足下当有以报之 今日操兵败 必走华荣道 若令足下去时 必然放他过去 因此不敢叫去 诸葛亮此话一出 瞬间就激怒了关羽 关羽立下军令状 表示若拿不下曹操 自己甘愿接受军法处置 关羽离开大战后 刘备又出言提醒认为 关羽重情义 很可能会放掉曹操 而这一次 诸葛亮又说了这么一番话 原文玄德曰 无地义气深重 若曹操果然投华荣道去时 只恐端地放了 孔明曰 亮夜观前向 操贼为何身亡 留着人情 交云长作了 亦是美事 玄德曰 先生神算 事所罕及 从诸葛亮所说的话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其实是知道 关羽不会杀曹操的 但是他仍然选择了 让关羽前去 而刘备听了诸葛亮的解释后 也表示瞬间懂了 感叹诸葛亮的神迹妙算 但事实上 诸葛亮的计谋 就连刘备也没有完全看懂 他只看懂了 诸葛亮表面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就来 好好分析一下 为何诸葛亮明知关羽会放走曹操 还会派关羽去守华荣道 一 此时不适合杀曹操 这个原因 其实诸葛亮已经直接说明了 他的那句 亮夜观前向 操贼为何身亡 便暗示了刘备 此时不能杀曹操 如果曹操死了 孙权的压力骤减 必定会快速地向外扩张 虽然以孙权的能力不一定能够拿下合肥 被罚中原 但是孙权拿下荆州的实力还是有的 而若是孙权向荆州扩张 必定会挤压刘备的生存空间 到时候刘备该向哪边逃亡呢 所以说曹操此时是不能死的 曹操是孙权和刘备合作的基础 曹操活着 能对孙权施加压力 使得孙权不敢断盟 不敢进攻刘备 这就给了刘备操作的空间 可以拿下荆州的部分领土 而若是曹操去世 曹贝集团必定内讧 那就再也没人对孙权施压了 相比于曹贝集团 刘备这个软柿子 必将率先遭到孙权的拿捏 所以说到时候刘备集团会非常惨 要不就投降 要不就亡 根本不可能做大做强 二 诸葛亮让关羽报恩 诸葛亮的原话 留这人情 交云长作了 亦是美事 关羽在天下间的名声非常大 诸葛亮和他也接触了不少的时间 知道关羽重情重义 当年曹操对关羽有后代之恩 关羽肯定很难忘却曹操对他的恩情 与其让关羽一直记挂着这份恩情 不如就趁此让关羽报恩算了 免得日后战场相见 关羽再度为情所困 上面这两个原因都是诸葛亮主动说出来的 很多人也认为 这就是诸葛亮让关羽去守卫华荣道的原因 包括刘备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事实上这一切都是表象 诸葛亮让关羽去守卫华荣道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三 诸葛亮为日后的统治做铺垫 诸葛亮加入刘备集团时 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虽然有水晋先生对他的点评 可关羽张飞却不认可这份点评 诸葛亮第一次安排作战任务时 关羽张飞就曾公开表现诸葛亮 不认可诸葛亮的作战安排 要不是刘备压阵 场面很可能就失控了 面对如此多的交兵汉将 诸葛亮能怎么办 他又不是武夫 不可能找关羽张飞打一架 所以他只能通过智慧来让众人探服 火烧伯望坡 火烧星野两战 诸葛亮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使得张飞赵云对他言听计从 但关羽却对此不以为然 关羽本身比较骄傲 所以诸葛亮必须想办法降服关羽 而且像关羽这种骄傲的人 在刘备阵营必定还不少 所以诸葛亮必须找机会 让这些人幸福 让他们不敢再撤走诸葛亮 为了提升自己在刘备集团的地位 方便日后的工作开展 诸葛亮做出了以下几个操作 首先诸葛亮当众预测了曹操的逃亡路线 注意 此时曹操还没有在赤壁之战中大败 这一项预测直接拨高了诸葛亮在刘备阵营中的地位 让大家惊叹于诸葛亮的智慧 其次 诸葛亮直接暗示刘备 曹操此时不能死 否则北方大乱 孙权必定做大 刘备集团会失去做大做强的机会 这一操作让刘备看到了诸葛亮的战略眼光和格局 提升了诸葛亮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 增强了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 之后 诸葛亮安排关羽去守卫华容道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诸葛亮为何不派张飞或者赵云去守卫华容道呢 其实就是担心这两人太冲动 直接把曹操给干掉了 诸葛亮是知道此时不能让曹操死的 但刘备的那些属下可是和曹操有深仇大恨的 要是诸葛亮敢说不杀曹操 估计这些人会私下里记恨诸葛亮 所以诸葛亮不能明说不杀曹操 他故意安排关羽前去 在给关羽安排任务时 故意刺激关羽 让关羽立下军令状 以此拿捏关羽 关羽的手段哪里有诸葛亮厉害 最后关羽回来表示自愿接受军事出发 诸葛亮做事要斩杀关羽 刘备出来阻拦成功地救下了关羽 诸葛亮做事要杀关羽 其实就是敲打关羽 既然关羽立下了军令状 诸葛亮杀他是秉公执法 现在诸葛亮不杀关羽 就是网开一面 算是救了关羽一命 日后关羽必定会老实点 不会再跟诸葛亮对着干了 除了收服关羽 诸葛亮在刘备求情时顺势放了关羽 也算是给了刘备一个天大的面子 尊重了刘备这个领导的权威 使得刘备对诸葛亮愈发看重 这种能力强 会来世 又比较尊重自己的臣子 谁不喜欢 自此万事大吉 诸葛亮在刘备其属下心中的地位愈发牢固 在刘备阵营越来越受尊重 再也没人敢和他唱反调了 他在刘备阵营的工作也越来越好开展 最终成为了蜀汉丞相 带领蜀汉打出了赫赫威名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